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墨高石窟火车餐厅车厢 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坐在绿瓶火车当中享受美食 估计是很多火车迷们最向往的事情吧 在墨高石窟火车餐厅 火车迷们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整个火车餐厅都是由两节火车车厢构成 餐厅依然保留了以前绿瓶火车硬座的设计 置身其中恍惚间真的有一种旅行的感觉 在这家火车餐厅里 最受欢迎的就是豪爽美味的西北特色美食了 我们一块跟着郭凯去尝尝吧 好的 在墨高石窟火车餐厅呢 有三样东西是特别有名的 就是西北面 西北菜 还有西北的各种烧烤 那今天呢 我们来问一下 都给咱们安排了什么菜呀 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盘鸡 这道菜 然后是它实际上是配配了这个白皮面 然后是拌着底下这个汤汁吃的 这边是我们这个黄蒙羊肉 这个还挺新鲜的 我好像没吃过 对 然后这也是黄蒙羊肉的一种做法 然后这边是这个羊排 还有这个羊肉串 所以大家看我刚刚说的这个三样 他们店里面最有名的东西呢 咱们这次其实都有上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先从这个西北菜 开始尝起 这大盘鸡呢 可以说在西北菜里面是独树一致 特别有名 因为西北人吃饭 你看都是特别大的分量的 不管是菜呀 还是说面呢 你看它都是大盘大盘上的 所以到了南昌之后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适应 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大一份 但其实在西北的话 可能一两个人就会点这么大一份 对不对 比较粗犷一点 对 它比较粗犷 而且用料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特别实在 它这个鸡肉也是大块大块的 包括里面的土豆啊 这些配料也是大块的 但它大块并不影响它的味道 不信你来尝一下 我来尝一下 因为我之前 我是特别喜欢吃大盘鸡 味道特别好 大盘鸡是发源于新疆的 一道西北美食 新疆人喜欢配囊 其他地区则喜欢配上宽面条 大盘鸡的鸡块香中带辣 土豆粉末入味 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喜爱的人气美食了 嗯 好吃 它是鲜中带一点点辣 对不对 然后这个玉米 这个土豆也特别的软糯 然后在这边拍上这个青红椒 还没尝 而且关键是我刚尝的块鸡肉 它这个鸡肉虽然块 就是切得很大块 但特别的入味 而且里面的味道 它是比较润润的那种 不像我们一般吃有些鸡胸肉的部分 你会觉得不太入味那么干柴 但它这个不会 就鸡胸肉这块部分依然会比较好吃 然后很多姑娘会特别喜欢吃这里面的土豆 甚至会超过这里面的鸡块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土豆会特别的粉糯嘛 对不对 尝一下 嗯 果然 它土豆特别的入味 而且它这个土豆是那种 有点粉粉的 糯糯的感觉 特别的好吃 口感很棒 觉得很多人都会喜欢用这个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南肠的口味 就它除了特别香之外 还很辣 所以我觉得爱吃辣的南肠朋友 这个大盘鸡 一定要尝试一下 你一定会喜欢 黄焖羊肉是西北名菜之一 口味香酥 肥而不腻 羊肉选择西北的小尾寒羊 富有营养 香而不善 具有暖中不气 滋生肌溅力等功效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叫做黄焖羊肉 可能大家现在听的比较多的是 那个黄焖鸡米饭啊什么 但是黄焖羊肉到底怎么做的 您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黄焖羊肉呢 首先要讲一下这个原料 这个是用的原料的 主要这个羊肉呢 是我们这边西北的小尾寒羊 我知道 这个小尾寒羊呢 它是有什么特点的 就是说我们那边土质 包括这个草啊什么的 它碱性比较大 那羊吃了这个 喝了我们那边的水和这个草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排酸 排酸之后它就本身 羊肉为什么会很煽气啊 就是因为它体内酸性比较多 它自动排酸之后 它就不会 本来就不会那么删了 对 这也是我们自己 原汁原味的 我们自己的西北羊 而且它这个做法也很特别 还是黄焖 对 先是这个煮 然后再焖 最后再清炒一下 再去烧 对对对 据说这道菜 曾经也是这个 清朝的一个末代皇帝 最爱吃的一道御膳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知道这道菜 一定很好吃就是了 所以我就先给自己碗里你看 捞了一块我特别喜欢 你看带点下这个小筋在上面的 我先尝一下它的味道 我尝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 它派了这个青春椒 还有我们的这个洋葱 这个洋葱 然后它这边就是洋葱 可以去一些山味 好细腻啊 因为它这个做法 它黄焖了之后啊 羊肉首先特别入 而且它的这个羊肉 小北韩阳 它是肉质特别细腻的 它又跟山羊又不太一样 山羊可能它的肉的话 就会偏鸡肉的那种纤维啊 就是会有那样嚼劲一点的 小北韩阳的话 它就会觉得细腻肉质 所以这个呢 也是西北人比较爱吃这个羊肉 一般小北韩阳的生活 比如涮羊肉啊 或者这一类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吃的 我看到有个配菜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感兴趣 这个呢 是粉 但是这个粉 跟咱们江西人概念中的粉 是完全不同的 对不对 对 我们江西这边的粉呢 是那个米粉嘛 原来的材料是米嘛 然后这个 这个是土豆粉 也是我们那边的一个粉条 从老家那边发过来的 这个我知道现在在西北 哪怕是在西北 像这种土豆粉 尤其是手工土豆粉的话 都是很受欢迎的一样 所以要尝一下 嗯 好吃 它跟我们的米粉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我觉得更韧性 更长一点 对 它韧性更好 而且它这种 嗯 香味 而且它在菜里面 我觉得特别适合当配菜 就是因为 它第一个很容易吸味 第二个口感都特别好 不会像米粉 如果米粉你在这里面 过这么长时间 基本上就会有点 软或者有点绵了 就塌掉了 但是它不会 它依然口感非常好 而且味道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大家可以感兴趣 可以来试一下的 不同于我们这边的 西北的手工土豆粉 一定是很好吃的 嗯 那除了它迷在这边的西北菜之外呢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 西北的烧烤 这边的烧烤呢 其实也很多很有名的 但是我们今天选了两个 最受欢迎的 一个是烤羊肉串 还有一个就是烤羊排 对不对 是的 你先来尝 那你可以试一下 嗯 哇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烤羊肉串 其实烤出来跟南昌的肉串 就不一样 首先它这个铁签 嗯 上面量就量就很足 对 就整个肉都是很大块大块的 而且它这个肥瘦 你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均匀 基本上是瘦的偏多一点点 但是也加一点点肥肉 因为羊肉没有肥肉就不香了嘛 是 而且它这个烤出来跟南昌的烧烤也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羊肉串呢 也是自己先切 先腌制的 嗯 好吃 就是然后包括这个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调料 我们用的这个调料 就是孜然 包括孜然辣椒粉 这些东西都用大块的调料 对 还是比较粗放一点 它就是有那种特色 很粗放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又很香 尤其这个羊肉 首先它下面很细腻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恶 就是你们这个羊肉 它烤出来之后 它没有那种 就是我们吃烧烤很有火气的那种感觉 它羊肉其实是那种 润润的 烤得比较嫩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 其实就这样就会比较好吃一点 当然如果说有的朋友 特别喜欢烧烤烤的很老的感觉的话 也可以单独跟他们提要求 但是就健康 还有风味这个两个角度来考虑 一般是烤得比较嫩的 像这样的 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我们再尝一下这个烤羊排 哇 这个烤羊排 特别的过瘾 这也是你们家的一个特色是吗 你可以撕下来 撕下来吃 好 就是有撕串的感觉了 对 撕下来吃 这个也是你们家每天 就是新鲜的羊排现烤的 对 都是现烤 现切现烤的 尝一下 哇 你看这上面 好吃 给大家看一下 羊排 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羊肉身上的一个部分 对 因为它带着骨头嘛 特别容易出味 还有带点点筋 有味道很好吃 除了刚刚吃的这些美味 店里的牛肉拉面 炒拉条子等西北美食 也是一等一的美味 如果您想在火车餐厅 享用这些诱人的西北美食 就得记住地址咯 他们家地址其实也特别好找 就是在这个张树林这边 你从三号门进来 然后一直直走 走到底 然后右拐就可以看到 两个火车车厢 那就是这家莫高石库火车餐厅了 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 来个别无非不许整个肉火车 也给家买个烦金的 就去找火车餐厅 哈 这里给家的珍重个篮球牛牛牛 王门羊牛 还有羊牛人 对到整个是不足 体质就在 葬树林 有机飞 大家要去上一上 好 休想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只要颠倒进载里龙 马上飞来 我告诉你 这个人就是不行 我怎么了 你就是垃圾 我告诉你 我刚才没有说你 我刚才那个垃圾的信 说别人又不是说你 你当然就说我 你说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 你说 怎么回事 你都回去 等会再说 你怎么 不是又想 他这个人太不吃东西了 怎么了 今天早晨呢 我们俩一起坐公共汽车来学校 在车上碰见一个好漂亮的女同学 然后呢 她就跑上去搭讪呢 跟人家 哦 我长得好 她怎么搭讪呢 她搭讪呢 她一跑过去就跟人家说 她说 同学现在几点了 那个同学就说了嘛 现在八点半 她就把她的手也拿成 你看我手也也是八点半 咱俩好有缘分哦 你看看 这不是什么新鲜套路了吗 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什么美女啊 现在几点了呀 美女啊 你不要乱扔垃圾 这是不是你掉的垃圾啊 所以我要跟她吵架嘛 怎么了 她看那个美女没有理她 然后呢 她帮我手招去 她问她那个同学 哎 美女 这个垃圾是你扔的吗 她说我是垃圾 这样啊 你说这个人 你说旁边的垃圾 不说你 哎呀 这只是我说 你要给你个大老头 不是这样 大老头 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个大老头啊 太压力了 没有大老头 大老头都不写的 哎呦 我呀西兰中啊 好 今天我们的相语堂就学这句话 谢谢大老头 两位同学 你们觉得 谢谢大老头啊 哎 老师我知道 这个大老头啊 就是在北方啊 就是到那个拖螺 下那个拖螺 小时候玩的大老头啊 不对 我就告诉你 大骆驼嘛 就是骑在骆驼身上 他不走 啪啪啪啪 不可走 那个大老头啊 骑到的 这个南昌话的大骆驼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 大骆驼 就形容 一个人跟一个人 哈 有话没话 都要少话说 甚至是男孩子跟女孩子啊 搭讪 或者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 不亲近 不亲密 找机会 跟他亲近 靠近乎等等 度过一句打喉嚨 明白了没有 我明白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 想点啊 过大年纪的 还不找女朋友 哪行我不找的 怎么找得到 都找得到的 别对不起 我那女生我就不好意思 我有些不好意思 送去给你打喉嚨了 我不去说了 打喉嚨 打喉嚨 这人是你们的 你们不认得应该 给你打喉嚨了 不认得用的 相信不了 我马上打喉嚨 我还不玩了也要 除河日当 汉地河下 随之盘中餐 随之盘中餐 莉莉皆辛苦 哇哎呦哎呦哎呦 这女才怎么正行 长得有给钱 有用发 我们盖上卫星吧 盖上卫星是什么 不行 你跟我碰上卫星 我给你发风报 我给你发风报 呢 一个人 就是 那一个人 没有发风报 谁 就 那你 你 什么 你干嘛 真干嘛 老板 真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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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河日当母 汉地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谁吃盘中餐 不认识 白猫福利水 对 白猫福利水 你这个是好意味的吧 哎呀 总的有钱 下来的下来的 我们 尬个微信好不好 谢谢 你想给我们发风报啊 你发风报的好多姐 马上给我们发风报 不认识 麻烦那么稳着道路好不好 怎么回事 上个微信还不是搞了 讨厌 哎 哎 哎 你别走啊 哎 姐 大路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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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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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除河日当母 汉地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嗯 谁知盘中餐 谁知盘中餐 白猫福利水 对 掌坡清坡 张老师一起念 大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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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就不能说 人家人不接触就不了解 不了解怎么会亲密呢 对吧 所以这个大骆驼很重要 这样啊 今天就下课吧 你们早点回去 老师还有事啊 老师 老师 你有马上 我要到那个新来的教导主任那里 跟他聊一聊工作的事情 以后我们要开展公众 他刚刚来 是吧 我听说那个新来的那个教导主任 叫明明老师 长得老漂亮 老师 看着眼睛 对啊 长得老好看了 不要老说人家漂亮不漂亮 这个教导主任刚刚来 还有很多地方不熟悉 我带他走一走 陪他到食堂里吃个饭 增进一下同事之间的感情 老师您如果不知道吧 你就是看着人家长得漂亮 想跟人家打骆驼 广告是有精彩期许 欢迎来咖啡 来 下来看咖喱种类 我们做美味咖啥菜 整家个来吧 今夜那种不是菜 行着甜米 可以吧 非常感淡不复伞 哪怕呢 行着如你信手 要过也做得到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知道美味家的菜 说起来有一些小清新 它其实看上去呢 不太像咱们那个中餐大师傅 会做的一道菜 但是确实今天由我们的熊大厨为大家带来 到底是什么菜 请他出来跟大家来解答吧 来 邀请熊大厨 大家好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道菜是叫木瓜鲜奶冻 这个应该说算是一个凉菜 甜品 甜品 对对对 一个甜品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道菜的原材料到底是哪些呢 木瓜鲜奶冻需要的原材料有 椰奶 鱼椒粉 新鲜木瓜 炼乳 选木瓜哪有讲究 我们选木瓜一定要选成熟的 对 我们选这个原材料主料 这个木瓜一定要选这种黄了的熟了的 但是又不能太熟 不能太熟 然后我们准备了这个木瓜之后 就把它切开待用 切开待用 然后把纸 用这个勺子 把里面的那个囊和纸全部扣掉 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既然是奶冻 所以它这个用一个东西让它冻起来 这个是叫鱼椒粉 这个是叫鱼椒粉 鱼椒粉 它起的作用就是说一个香味和甜味 还有就是说一个凝固的一个作用 凝固成这个奶冻 凝固成这个奶冻 对对对对 好 我先请我们的大厨 教大家如何去处理这个木瓜 木瓜去头尾 用一个长饼勺 挖出木瓜瓢和木瓜籽 尽量掏得干净一些 下面呢 我们就要调这里面的奶冻了 既然是奶冻 所以我们现在就教大家调些什么东西 比例有多少 好的 可以 四勺鱼椒粉 加入一小碗椰奶 再来两勺炼乳 加入热水时 边冲边搅 速度稍快一些 之后再加入凉水 充分搅拌均匀 之后全部倒入木瓜当中 用牙签把木瓜盖固定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放冰箱要放多长时间 基本上一般的情况下 调整这个浓度 最少要放三个小时 放冷藏还是冷冻 一般是要放冷冻的 冷冻就有了 对对对 冷冻 三个小时以后呢 咱们的这个木瓜奶冻 就可以出来了 对对对 它这个等于就是已经冻好了 已经冻好了 对对对 现在就改刀成型 是往这个样子 对 改刀成型 然后摆整齐就可以了 别看了 我觉得它这个奶冻做的 还特别的就是 跟果冻一样的 还会冻呢 对对对 很有台性 对对对 所以这个比例就特别重要 这个比例一般就是在这个 恒温的水 在225毫升 总量 总量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 热水和冷水 各一半 各一半 那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大厨 先放的是热水 然后再放的是凉水 凉水 对对对 这为什么要这样调 如果是这样调的话 它这个 鱼椒粉和那些原料 它会凝固在一起 起来一个凝固 对对对 入味 先热后凉 对对 先热后凉 然后再起来一个凝固和那个 那个甜味 它会浓入进去 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气 上还是在这个比较热的时候 对对对 吃上这个冰冰的木瓜奶冻 这个感觉就特别的舒服 对不对 凉爽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厨 那他今天教大家的木瓜奶冻 大家都好味了吧 木瓜奶冻 加起来还是商店国家 如果大家买不到捏糕粉 用个切的点别 要是一样的 不容易来 因为牛奶 管高也差不多 反正呢 跟它东西拦住了 如果女生是 跟小朋友 一点点好喜分 大家好为了 只感动手高 好 今天的节目 有点大家再见了 不要问来 下面肚子铅中 肯定持续来战 明天我们点播 第一包装饭 跟进来 二次等待大家 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 拜拜 嗨大家好 没想到今天 用这么特别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一不小心 从这个阳台上摔下来了 幸好我怀揣着 十八般无异啊 先不跟大家说了 我赶紧先爬上去再说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尝一下 这四款 我特别期待的产品了 首先这个呢就是